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龙 从大梁山回来,感觉身心疲惫啊 个人感觉也特别累 再加上这两年的疫情原因 再加上我们旁边有个修路的地方 由于生意不是那么稳定 然后我准备给店里面所有员工 提前放个假 但是在放假之前 我准备请一下我的身边的这些朋友 因为快过年了嘛 很多人都比较忙 看看就是说闲的 我们再去吃个散火换 明年再见 我来现在看看有哪些人 今天我们店准备正式放假了 提前放个假 早点回家陪备家人 今天和朋友兄弟们聚一下 好久不见 好,这么小练 宝哥 这个徐马的人好多了吧 没错了,我一看我都出来了 好多了好多了 喜欢送我们家面包 来,我来给宝哥来看一下 我看到那个小细 你看小细你看那脸红彤彤的 打个招呼 哈喽 哈喽哈喽 害羞了啊 小细 最后一天了 这么多人过来捧场 三哥 打个招呼 好久不见 幸福了 哎呦,感谢 过来骨通庄 谢谢 带个兄弟 EST 抓抓 干嘛 阿 给他弄毛 莫莲红包 快快特钱 把那个钱怎么特钱 把那个钱给特钱 谢谢三哥 给了红包 谢谢 谢谢 还有这个老师 来了就给红包 我靠 太开心了 今天来晚了 志华两杯 韦哥现在回去了 因为他明天有事 好了 宝哥 董老板还有三哥 他们现在已经吃好回去了 接下来我要和我们所有的员工在一起 再庆祝一下 齐钱 放个找价 简单吃一下 露露饮料不喝 喝点急的 他们的喝白的 大姐搞点饮料喝 喝喝什么 不喝 喝奶还是 打开 不喝 不喝 不喝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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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喝什么自己拿 三秒 你以为三秒把它吹了 这条件 所有饮料他们都不喝 王老吉喝不喝 雪碧 都不喝 火牛 有吗 有吗 雪碧吗 没有 火牛 你喜欢吃这个 吃吧 完了 已经卖完了 肉 搞点肉吃 肉他们不吃 大姐 不辣 吃个肉 辣 不辣 我发的朋友圈吗 有很多人跟我说 阿龙我还没有放假 还有很多粉丝都在路上 说 龙哥我要到你那边 要跟你喝两杯 等等 反正有很多人 发信息给我 说要过来 给我捧场 在这里 如果还没来的情况下 大家就不要过来了 因为什么情况呢 因为 现在疫情嘛 也比较乱 所以说 在自己的一分三亩之地啊 然后休养 申请 因为我这边也是第一 就是说 考虑到员工的一些安全嘛 因为冬天这个事情还是 比较突然的 所以说 还有呢 就是我自己 这趟出去 其实也挺辛苦的 所以 所以说 一直也没有时间回家 陪伴家人 刚好戒指啊 早点打烊 然后回家 好好 陪伴一下 家里面的 家里面的人 包括老人等等 人家说最孝顺的 不是你给了有多少 最孝顺的就是陪伴 刚好 刚好 我现在 放假也有个 十来天 刚好可以陪伴一下 等过完年的时候 我还准备 因为我这人 就是比较活喜 喜欢 喜欢到处去走一走 转转看一看 到时候可能会 就是过完年之后 会到江浙一带啊 去走一走 看一看 嗯 大家也看到了 就说阿龙你生意还可以 为啥要提前 还 放假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 还是那两只 活喜 就是 因为我们做的是自由业 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 可能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非常拼命的 去努力的去工作等等 所以我今天又是自由业 就是提前放假 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 我觉得我这个做自媒体啊 就是也挺活喜的 大家也能看出来 但是我做事 总的来说 还是非常有态度的啊 不管做什么 我们的态度也好 因为我身兼硕质啊 又主要就是这个实体店 嗯 牵绊着我 所以说我这个自媒体 也把我绊住了 就是说 基本上很多人都说 阿龙你为什么老是拍些 吃吃喝喝的视频等等 那我就在想说了 我本身就是做餐饮呢 我不拍这些 我拍什么的 我天天都困在店里面 是不是 我只是分享一些精彩的一些片段给大家 啊 有喜欢阿龙呢 或者关注阿龙呢 他都会去 呃 所以发的视频 基本上都是这 呃 就是我只要在店里面 发的视频 就是这种类型的 啊 有很多人在下面评论啊 等等 其实在评论的时候 咱们也要范围思考 对不对 你说我就是 就是说我事情少一点啊 可能说出去 出去的话我肯定就是拍的就是比较丰富一点啊 大家都喜欢看一点啊 包括 包括我自己一直在做的这些 就是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啊 等等 好了 越聊越偏了 就不跟大家聊太多了 耽误大家的时间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简单这样啊 嗯 有喜欢阿龙呢 点点关注啊 谢谢